去洗个车 我这个车真的是好久没洗了 去洗一个吧 去洗个车 有人吗 老板洗车 是在这边吗 这边 没有吧 洗车的老板有没有啊 洗车 洗车 洗车啊 不是洗车吗这里 洗车 洗车你在这冲大车的 你想洗了你冲 自己下 我这可能有点脏 要自己洗不干净啊 算了吧 自己洗不干净 买子有哪个是 难的 自己洗的 算了吧 我去找个人洗的吧 自己洗洗不干净啊 朋友们 我这个车子 出来有有几个月 五月份 我就洗过一次 就是出来的时候洗过一次 有三四个月 有三四个月没有洗了 上面全是泥巴 必须要找一个人工的 前面 前面一个这个洗车的店 都没有了 我有点后悔 刚刚没有在那里自己洗 算了 这个哎 我看到一个 加油站 但是那个不是中国实话 那个加油站有洗车的那个项目 二十四人加油站 好好看 这个秋天的落叶 发黄的叶子啊 和这个宁治的这个秋天比怎么样 朋友们 我觉得各有千秋啊 这个荷兰的秋天也好美好美的 这个叶子啊黄黄的非常的好看 我把这条路啊称为峰爷大道 河南峰爷大道 河南鲁州峰爷大道 我来了 这是我给他的冠名啊 怎么样 这条路真的是名副其实的这个峰爷大道 太美了 你看 也往前面走啊 这个叶子更加的黄 好黄好黄 前面有个大桥啊 这什么大桥 建河大桥 建河 这是个电动车啊 前面 过了桥之后又是峰爷大道 太美了 哈赛 好黄的叶子啊 好多人在这个旁边玩 我要去玩一下吧 好像是在旁边看那个叶子 树叶子 很多很多都是当地人 我去看一下 看那边好多的人 卖甘蔗的 哇 这甘蔗出来太早了吧 好多人都在这里玩 都是看这个叶子的 这下面逛一下 下面啊 哇 下面也蛮好玩 好漂亮 你看 太美了 哇塞 这个损好难啊 感觉就是阳春三月啊 像这个三月 但是现在是冬天啊不是春天啊 真的有点像春天来了啊朋友们 好热了 前面啊就是鲁州市了啊 现在离这个鲁州市还有一百多公里啊 我可能就在前面十来公里的地方找一个露营地了 今天就不走了啊 其实这个地方也有很多停车位 但是这个马路边太吵了 我估计不会在这里露营的 好 又是一个买西红柿的 但是这个西红柿我不喜欢住啊 哎呀 像这老大了 这是柿子啊 不是西红柿啊 这是三家花儿 我以为是柿子的 是西红柿 板里的 看 卖这个的 这路上好多摆摊卖吃的 感觉就像一个夜市啊 我估计晚上也有也有卖吃的 干燥 喂 咦 这是啥 这是包米花 这还有种植啊 这是红薯 红薯我有了 糖葫芦 可以 这卖啥的都有啊 感觉在路上 嗯 刚刚看到了两个妹子来吃糖葫芦 这里买烤肠 这是什么 哦 发现有吃早饭了 看 那个好红啊 那个叶子 好红好红 太美了 这个风一吹来啊 这个叶子往下面掉 感觉太有意境了 今天这个天气啊 太好了 在这外面还要戴个帽子 真的 很热很热 你看我就这样穿着 这边 这边还是我们这边北方的天气好啊 每天都是艳瑶高涨 我买一点吧 买一点早上做零食 有时候早上五点啊 五点醒了 就肚子有点热 去那里买吧 看那里 便宜买了 这个拿一袋 拿一袋这个东西 五块钱啊 好的 我感觉这个 再买几个苹果吧 刚刚啊 我要拿个甜一点 这个 都是一样的是不是 这都一样 两块钱一斤 哎呦 这个拿拿 金保石喝三冰果 油脂又见 脆又见 脆又见 他都有干嘛 这个他便宜都要干嘛 3块钱一斤了 没有干嘛 那这个 来 来吧 就这样吧 这样这个 油脂又见 脆又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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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块哦 继续出发了啊 朋友们 这里太热了 估计应该都是当地人 我这里太热了 这个 我这里太热了 这里太热了 我这里太热了 好的车 车 还有拍昏烧照的 右边拍昏烧照 这地方真的可以 前面又进入了枫叶大道 注意前方两侧车道便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